肯德基老爷爷版的超级英雄你见过吗 就在刚刚 一只巨大的怪兽撞开了大门 莱拉却什么都看不到 惊慌失措的史蒂文被狐狼撞出窗外 在空中 恐肃让史蒂文召唤战俘 显然两个人格都有不同的变身型 但即使有了月神的力量 由于不熟悉能力的使用 又没有战斗经验 史蒂文被狐狼一顿狠虐 莱拉健壮赶紧上前帮忙 但两人也不是对手 为了吸引狐狼的注意力 史蒂文卷起袖子开始大悟 只是嘴上不停的挑衅 身体却诚实的往后跑 好在史蒂文抓住机会 给了狐狼狠狠狠一群 正在炫耀的史蒂文 被狐狼一脚踢到马路上 大街上的人们看着史蒂文 以为他是在发酒疯 就在这时一辆提池的汽车冲来 史蒂文被撞飞出去 显然汽车损伤最终 艰难起身的史蒂文看到了马克 史蒂文为了保护无辜的群众 他决定将身体的控制权交给马克 从肯德基老爷爷再次变身成月光起势 马克直接跳上楼顶 把狐狼带一人去 在月光的映照下 他们在房顶展开了一段酷炫的追逐站 接着马克瞅准时机将月牙打进狐狼的身体 在下落的途中 利用惯性把他使劲定在塔尖上 随着狐狼的消失 马克也收回了武器 重新变回普通人形态 不过可惜的是 圣甲虫在大斗中掉落 还被亚瑟得到 马克对此十分懊恼 这使史蒂文的声音响起 此刻他才清楚马克在身体里是什么感觉 马克告诉史蒂文 他希望可以一直掌控这个身体 直到解决现在的状况为止 史蒂文不相信他的话 开始宣泄自己的不满 他认为是马克毁了自己的生活 马克则告诉他 如果不是孔苏 他们根本活不到现在 而付出的代价则是马克被奴役 但史蒂文依旧不以不饶 让马克当场报告 随后孔苏出现了 他责怪马克没有遵守约定 并且警告马克 如果不能达成目标 那么下一任月光 其实就是他的妻子来了 马克毫无选择 为了阻止阿密特的出现 他提前来到埃及 本期到此结束 主线剧情正式开始 我们下集再见